我們這場主要是在講Java的新功能 我們專注在2020年發出來的新功能 我是Joseph,網路上的異名是CyberJose 我是在艾拉物聯擔任Direct of Cloud 所以我的部分就是用Java用了蠻久的時間 大概超過1999年就開始用 也寫過各個不同的專案 也擔任過幾屆Joseph的講師 另外我也是TWGOG的成員 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加入TWGOG的粉絲團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之類的 然後我們有一個Line的社群 這個大家也可以掃描 這個沒有小鈴鐺 就是掃描你可以加入這個Line的社群 那上面每天都很多人在討論 我們目前大概有1000多人 當然各式各樣的問題都有 包含比如說寫作業的月經文 或是亂七八糟都有 大家可以挑有興趣的話題來看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我們會幾個部分 第一個我會先overview一下我們JDK13、14、15 大概出了什麼東西 那有幾個分類包含比如說語法上面的變化 API的變化 那我們還有很重要的我們這個GC 就是垃圾收集器的一個變化 那我們最後會討論一下 討論一下就是有一些被移除的 或是還在孵化其中的一些東西 那最後我們會看一下JDK16會有什麼東西 好那JDK13的部分 裡面它其實有 它大概只有五個功能 它是去年的9月17號release的 那這五個功能呢 這個主要比較吸引人目光的是 包含ZGC 這是新一代的GC收集器 然後再來還有比如說它有實作這個SakiAPI 然後下面兩個是比較API的變化 是語法上面的變化 就是Switch有不一樣的一個新的感受 那還有這個TestBlocks 我們等一下也會專門來介紹一下 這是13的 那13的話它只有五個JEP的這個功能在裡面 那14的話就比較多 它是今年的3月17號發布出來的 那它總有16個 那16個裡面當然就牽扯到各個不同層面 那我們布丁會每一個都介紹 那裡面比較特殊 我們會介紹包含比如說 Pattern Matching 它是Instance Off 它有一個新的這個語法變化 然後Packaging Tool Packaging Tool它主要是 它是在還在孵化器裡面 那它主要是打包Java程式發布的 這樣子一個工具 那針對這個GCU 在NUMA上面的這個記憶體分布的 有在指示裡面也有得到很好的支持 那JFR 第四個JFR 它是這個所謂的飛機的黑盒子 就是Java Flight Recorder 它是一個黑盒子 也就是說你的Java的程式在運行過程當中 我可以去記錄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那它現在支援的這Effect Streaming的一個功能 那另外還有其他的包含 很重要的比如倒數第三個這個 None Point Reception的一個 更有幫助的一個呈現方式 讓大家知道說 None Point Reception是出自哪裡 好那另外14的 我是不是跳過了什麼 對14這邊的話包含Switch 剛剛也看到Switch跟Test Block 是13就已經在Preview 然後在14時候 Switch變成Standard 那Test Block的話 它還是Second Preview 它到15時候變成正式的 然後我們在ZGC上面 在MacOS跟Windows上面也移植了 然後另外也有很多的這個 那我們接下來會一一的介紹 那15的話是今年9月15號釋出的 那15的部分的話 它包含有這個 Edward Curve Digital Signature Organism 它是EDSA 它是屬於密碼學的一個簽名方法 它是椅圓曲線的 椅圓密碼學的其中一個部分 那再來就是 Seal Classes 它是在Preview的版本 那它是限制說 我做出來的Class 只有誰可以繼承 我們以前的Class是 大家想要繼承就都可以繼承 我們是OCP原則嘛 Open跟Close的原則 那這個有Seal Classes的話 它可以限制 有哪些人才可以繼承我 你可以在身為副類別 你可以做這個限制 Hidden Class的話 主要是給這個寫框架的人 他們去動態採生Bi-code 在Runtime的時候採生Bi-code 然後用Refresh的方式去 用Bi-code內容 所以我們一般不太會碰到 它也不會有預法上的變化 那再來 有移除了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也重新寫了 這個Datagram的Socket 好 那這邊在 最後一個 Pattern Matching的Instance 還是在Preview的階段 那我們希望它接下來 可以變正式版 再來ZGC變成正式版了 在15裡面 它是一個正式的release出來 那包含第三個 Sanadua的GC 它也是變正式版 所以在15之後 你現在除了G1之外 你可以指明我要用ZGC 或是Sanadua的GC 那第二個Test Blocks 它也變成正式的 所以15有很多新的功能 在15裡面 所以我剛剛看到外面的投票 大部分還在 大概55%的人 還在用Java 8 然後大概40%的人 Java 11 那可以理解 因為11是一個 長期支援版本 那其他的版本 就比較少人看到 但其實從11之後 我們已經錯失太多的東西了 所以大家還在11的話 你會發現12、13、14、15 有太多東西是 你等到下一個長期版本 你要追的時候 你會有點辛苦 因為中間太多東西了 然後下一個版本 是明年9月25號 試出的17 接近17 所以你要等到 如果假設你現在還在8 你到11 你會覺得已經有些東西 已經不一樣的時候 你再到明年的9月到17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堆東西我看不懂 Java不是 你的Java不是你的Java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人生很辛苦 所以我們期許大家一起 在這個路上面往前邁進 工程師就是不停的學習 好 那我們這個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開始了 因為我這邊準備了77張投影片 所以 好 好 但是有些是圖片 大家不用擔心 那這個Switch的expression 我要介紹一下 它在JDK12的話 是JEP325 然後JDK13是JEP 這個細節不對 它細節就不談 它主要在JDK12、13都是preview 14的時候變成正式版 它這是說什麼呢 Switch它以前是一個statement 就是說它是一個描述 它這個描述是說 我要教程師做某些事情 這事情就是Switch 它跟if 跟while 跟dowhile 它實際上都是statement 它不會有任何的返回值 但它今天變成expression的時候 大家可以注意第三個選項 它變成expression的時候 就說它可以有返回值 就是Switch它可以return something 就好像跟你的return關鍵字一樣 好 你可以return什麼東西回來 那 它這個 你如果Switch可以return東西回來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一個 跟以前不一樣的 因為以前的Switch它的case 它是可以穿透的 如果假設你不用break的話 它是可以穿透的 那如果假設你要return的話 它就不允許 你不太希望你做穿透這件事情 你可能我直接想要就回了 所以 可以看到中間本來是case點點點 冒號 這是以前的寫法 但是新的寫法的話 它就是case點點點 然後一個箭頭 所以箭頭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是with no fall through 就是說我沒有辦法穿透的 我就直接必須要return了 那case賣號的話 它是必須要 它是可以穿透的 那如果 我們後面等一下 它會再介紹另外一個詞 那我們這邊先看一下 它的寫法會長得像這樣子 就是說我一個型態 然後 我的result等於一個switch 然後後面 到這邊大家 這個前面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我switch前面可以加個等號 那我switch是放在等號的右邊 然後我底下case 後面 我就直接一個箭頭過去 它就是一個expression 一個expression的話 它就會做某些事情 也許是sysoutput sysoutprint 那這個的話 它可能它的這個表達是 它就是回傳void 它沒有 它就是in東西在螢幕上面 但是如果假設你是一個 可以return的東西的話 它就可以把這個指射到這個result上面 所以你發現這個default什麼 它都可以 那它這邊也不需要break 所以在這個地方 以前的寫法 如果 比如說如果假設我要in 我偵測 我switch一個i進來 然後0,1,2跟default 我要去印不同的值的時候 我要這樣子寫 就是我要in 然後後面break,break,break 那如果假設我新的話 我這邊特別用紅字 就是說我這邊只要用箭頭 我就可以做完這件事情 而且我不需要break 因為箭頭它是沒有辦法穿透的 箭頭不穿透 那這個不穿透 那它呈現的效果 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不知道自帶 好像有點辛苦 但是 你用這個j shell進去 然後你做一個這個method 然後method裡面就是一個switch 那你在這個method裡面 你帶不同的這個0,1,2,3進去的話 它的確switch就可以 導引到正確的case 然後把它印出來 而且你會發現它是不傳透的 比如說你0的時候 它不會0,1,2,others都印出來 不會它就只會印0 所以它不會傳透 那這邊的話是 去一個簡單demo 就是說它是assign一個值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的 它就是螢幕而已 它沒有任何的return值 那這邊有個return值 我們可以把這個return值 射到result上面 所以我們上面有個enum enum enum就是我的月份的縮寫 那我這邊有一個method 我去把這個inum傳進去之後 我可以拿到每個月的天數 所以大月花31天 小月30天 然後二月的話是28天 所以我這邊可以看到 我這個method裡面 我就switch 進來之後 我就直接用dota去做 那其實這個你會說 這個其實也有點像是 好像傳統 但其實不是傳統 它就是用dota 把你的各個選項分開來 所以以前我們 以前早期的switch的時候 你用傳統的方法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比如說我可能選了1234 我寫了好幾個case之後 我到最後一個case 比如說12個case之後 我再return31 然後再break 但是現在不用 就是把那些放在case上面 而不是你寫好幾個case 我一個case就做完 我應該要做傳統的行為 就是用dota分開來 然後我用箭頭一樣 所以到最後你不管 你傳的音浪進來之後 我就會傳正確的天數 那這邊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示例 就是說我一樣在JCL裡面做好之後 然後我傳 那我的確傳2月12月9月 的確就會有不同的天數顯示出來 那這邊是一個switch 那這個switch的部分呢 如果假設因為switch它是看個箭頭 那它是直接return值 但是有時候的case裡面的箭頭過去的時候 我是需要經過一些運算之後 我把這運算結果丟出來 所以我不是直接給值 我的值可能跟我的case有關 或者說比如說我是選012 但最後有個default 那default的時候我需要針對這個值 我要做些什麼事情的時候 那我可能我需要有一個大括號的block 來做一些事情做一些運算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如果假設我一個fullblock 我是需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個新的statement 叫做yield yield的話它就是說 它可以幫助我們把這個值呢 帶到外面去 那yield呢它在這邊它不是關鍵字 它不是關鍵字 它是一個識別符 所以它不是一個keyword 這不是keyword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你可以寫一個method 就叫做yield 你可以寫一個yield 因為關鍵字你不可以 你沒有辦法寫一個 叫做new的一個方法 但是yield的這個方法你可以寫 然後它是一個識別符 就是你用這個話 它就知道你要幹嘛 但是你不能用 這有點複雜 有點離題了 但是重點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假設我需要大括號的話 我就是我必須要yield 那這yield的話 第二條的話 它也可以用在傳統的switch上面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這個例子 就是第一個的話 第一個的例子是我0的時候我進來 然後我就印0 然後如果是其他值的話 我要先判斷它是奇數偶數 我才要給值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話 在default的時候 我就去看我的yield %2的時候是不是0 如果是的話我就是傳偶數 如果不是的話我就傳奇數的英文 然後最後我來把這個reer出去 這個reer呢 reer之後它就會把它設置給 上面這個strine的result1 這個變數 所以strine的result1 它最後它會有三種可能 一個是0 一個是偶數 一個是奇數 那第二個就是傳統的 因為第一個上面我們是用箭頭 下面的第二個這個result2呢 它就是用一個 毛號就是傳統的 它不是用箭頭 所以在這邊你也可以發現 它發現 你發現我們以前的case 是用break去跳出這個case 但是在這邊如果你要設置的話 你可以用yield 所以它的差別在哪裡 如果假設今天你是傳統的switch 你沒有要設置的話你用break 但是如果你要設置的話你用yield 這樣大家有follow到我的腳步嗎 所以這個功能 那這個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所以甚至就是你可以在 反正就是很多地方可以用 我相信大家都很聰明 所以這個做出來的結果 就會長得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就會有兩種 就是新的寫法跟舊的寫法 然後它會有兩種不同 可能一個是statement 一個是expression expression 就是說我要回傳池 那它總共就是四個使用情境 然後大家可以就是 就是體會一下 感受一下這個 好那下一個就是 這個testbox testbox就是說 這個大家都要很久了 就是說 我想要 我有一個很大包的GSO 我有一個HTML 我有一個SQL的寫法 我想要直接在 我想要把它設成某個變數 那傳統的話我們就是要 然後雙引號 終於在十二、十三、十四是preview,十五是正式版 那它就是一個可以讓你換行的文字deliterate 那它可以...我們直接看口 這樣比較快 所以以前早期我們要這樣寫,又是寫劇場的話 大家很痛苦,我自己要把換行符號寫進去 然後我那個name我要用導協線雙引號 然後寫到最後你會懷疑人生 就是你會覺得XXX我在幹嘛呢? 就是我的人生為什麼要寫這些東西呢? 那為什麼不下面這個? 你看第二個劇場圖多優雅 感覺就是好像住在星巴克喝個咖啡打完字之後 就可以溫清一下寫完我的口優雅 那感覺沒有以前Java工程師都很辛苦 就是...所以我們這個... 你可以看到十一以後我們有很多變化 就是為了解輕工程師的負擔 他們終於想到了 所以弄了這些東西 那...基本上呢我們剛剛看到這兩個呢 它這兩個內容是等價的 它是等價的 所以它是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所有的換行符號它自己幫你加 而且雙引號的部分你也不用跳脫資源 它幫你處理 所以這兩個商量是等價的 所以在這個裡面你可以看到 我把Json1做出來的它的自傳的內容 它實際上自傳內容 它實際上自傳內容 跟我用test block做出來的自傳內容 它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最後還兩個是equal一下 兩個的確是true 這兩個是等價的 所以... 這就是很優雅的 就是你就... 你...你...你... 因為如果假設你要寫上面 我今天如果假設我的Json的內容格子比較大 或是Sequel違法 我光處理導線線雙引號 我就...我就會想要去跳樓了 對不對? 我還不用想說我的Sequel有沒有下正確 那不小心delete的table怎麼辦 所以... 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就是其他的一些應用 那這個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就是三個雙引號 然後... 你用不同的行數把它區分來 那像... 第一個S1的話 它其實是空置串 因為它裡面沒有東西 它裡面沒有東西 第二個也是空置串 它不管怎樣 反正你試試 如果假設是連續的話 還是空置串 第三個S3的話 它比較特殊一點 這個其實也是空置串 好... 但是... 導線線這邊有特殊的用途 我們等一下會講 然後... 最後下面兩個的話 就是說如果假設你... 就是你把它... 排一排做有沒有... 是全部都... 大家都... 就是集合那... 大家都全部在一起的話 是不行的 好...我們不是那個什麼... 什麼友會 我們這個集合在一起是不行的 好...不能集合 你一定要分開 OK... 好... 我想大家應該可以catch 可以抓住這個感覺了 最近賣很紅 都買不到 然後... 重點是... 如果假設... 這邊兩個不同的一個語法 他們差別在哪裡 很細小 就是說我結尾的三個雙引號在哪裡 一個是直接接在c的後面 一個是換行 換到c的下一行 他們的差別就會在... 第二個的時候它會有多一個... 換行符號 好...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你的最後一行 不要有換行符號的話 你就緊緊接在那個... 它的後面 不要換到下一行 它就不用換行符號 好... 所以因為它預設自動幫你加上去 然後再來... 這是這個... 縮排喔 那這個縮排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它會根據你的... 最後結尾的雙引號的位置 來決定縮排的那個長度 所以如果假設你看到第一個 第一個 它的上下的雙引號 它是對齊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縮排 它沒有縮排 它就沒有縮排 但是第二個的雙引號 它其實是跟sq對齊的 它不是... 它是在第二個的這個結尾雙引號 它是超前的開頭的雙引號 所以這個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它會把縮排把它放進去 它會把縮排放進去 所以... 如果假設你的結尾的雙引號 在你開頭的... 雙引號的... 就是對齊來說在左邊的話 它就會看你... 差多少就會把這個縮排都弄上去 所以這是... 一個應用上面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假設你的格式 它是... 縮排是重要的話 你可能就要想一下 那最後一個例子 那最後一個例子是說 如果我的結尾的雙引號 它在開頭雙引號的很右邊 它就不管你了 它就不管你了 所以它是... 這個有點... 小小細微的 這個也... 沒有人講 是因為是出來的 所以... 就是... 大家可能一些小地方 好... 那這個是跳脫字串 那... 可以看到這個跳脫字串的部分 當然如果是... 你一直在... 三個雙引號裡面 還想再加三個雙引號的話 就大概加個導血線 好... 那... 可以看到它最後出來的話 它其實是... 把每個雙引號 全部都加一個跳脫字串 好... 因為它... 最終它其實還是自傳 還是自傳 好... 然後... 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是一個... 很有趣的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想要寫好幾行 但是其實我的自傳 不想換行的時候 你就加個跳脫字串 導血線在後面就可以了 就好像你在Linease Share裡面 下指令一樣 導血線下一行 導血線下一行 它其實會把它拼成一行 它不會給你換行符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 我這邊有三個導血線在這邊 有三行 那其實... 做出來的自傳 它是沒有導血線的 它會自己把它拼成一行 好...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25歲的Java 給大家帶來的驚喜 就是我們可以寫這個東西了 Java 15很棒 好... 就是... 算了... 都寫了這麼多年了 都已經變大叔了 想當年 好...再來一個是 patter matching for instance of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 它現在還是preview 它14、15是preview 那它是什麼 直接看扣比較快 就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以前我們... 大家對這個並不陌生 就是我一個物件傳來的時候 我要區別... 我要辨別它是什麼形態 然後我再轉型 然後我再去用它 所以在這邊其實你可以看到 If object instance of string String S 然後等於我的String 然後我把object casting成String 裡面做了三件事情 這個哪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橘色 橘色就是說 我先判斷這個物件 它是不是自傳類別 它就是繼承自傳類別 然後自傳類別 不能繼承 所以你可能就只能是自傳這類別 那再來第二個是藍色的部分 再來是我先講紫色的部分 紫色的部分 紫色部分就是說 如果我確定這個object 它是String的話 我要把它轉型成String 然後第三步呢 我要把它Assign給一個變數 這是三個... 所以你在這邊的時候 做了三件事情 其實它內部做了三件事情 它其實很花資源 為什麼很花資源 你要想一下 我今天我有一個object來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我只知道它是object 然後我要去比對 它是不是某一個人的繼承 我要去比對他們的繼承數 這其實在比對繼承數 在JVM裡面 早期是很耗performance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object來 我把它複類別都找出來 複類別還不夠 它實作哪些interface 跟那些interface 實作的那些interface 它整個繼承數拉出來 跟我比如說我做一個 莫名其妙 可能自己的interface 它自己有它自己的繼承數 我兩邊的繼承數 我去比對說OK 它真的是這個 所以是true 觸完之後 我在指示的地方 我還在把它轉型 轉型我再比對一次繼承數 所以這個其實很耗performance 以前我都不喜歡 你用insense of 或是做casting 為什麼 因為你要比對繼承數 那後面的JVM就是比較聰明一點了 所以早期的這個效能的損耗 是比較沒有這麼嚴重 好聰明前 其實有時候你 這好像是必要之物 就是你必須得這麼做 那新的儀法做什麼事情 它就是直接做 紅色這個你看String S 它做了什麼事情 它一次做完才念事情 所以這個object instance of String S 它要 這邊是說 第一個 這個object它的確是String 第二個 我的確能夠用一個變數S 然後把轉型過的object 設定給這個S 成功了之後 這個continue才會回傳出 所以它把三件事做完了 就在一條裡面 所以你後面沒有在自己轉型了 那當然你做出來這個S 它只有在底下這個block裡面可以用 所以你看到第一個block 它可以用S 但是第二個block 它就不能用S了 因為第二個block 它一定不會是True 所以它不會到第二個block 那這邊更有趣的部分 就是說 兩個條件 我先比對 我先比對完這個做後 我去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大於1 那你可以知道 就是第一個一定是成功的 因為我能夠成功轉型 我知道它是String 我成功轉型完之後 然後我才做後面的事情 因為我後面的第一個是S 它的Lens 因為這時候S才有東西 才有變數 它可以去點Lens 大於1 它可以做這個condition 但是如果是ALL的話 它就做不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ALL的話 我前面做完 我一定是失敗了 我才會到後面那個地方 所以我ALL一定是 失敗了我才會到S.Lens 那我失敗的時候 我不會有S這個變數 所以在用這個時候 然後你要特別注意 你的AND OR 你的位置放哪裡 所以像 像這個的話 這邊可以直接看 就是說 如果假設我是用AND AND的話 第一個的話它是成功的 但是第二個的話 它就會告訴你 我找不到這個 unresolved的這個 這個IDifier 就是我找不到這個東西 好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OK 所以 這邊是一個 這個EQUAL的寫法 這個EQUAL的寫法 就是說 它就可以變得很簡略了 我的EQUAL 我就可以直接 直接就是說 我去 如果它是 這個類別的話 那我就直接去看 它裡面的這個內部的 這個成員 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EQUAL 這是EQUAL的一個 簡單的寫法 所以有這個 那 你說這個 好像 好像這個 就是 好啦 就是 反正我也很少用instance of 好像 也是有些小幫助 的那種感覺 但是這個 但是注意這個 pattern matching 它這個是給 instance of 用的 還有給其他 語法用的pattern matching 我們等一下會稍微 帶到一點 所以pattern matching 它不是只有instance of 這是其中一個功能 好 record record 不管 總而言之呢 它現在在14跟15是preview 所以目前還是preview 那 它主要做什麼事情呢 它就是 我們一樣看code好了 那個工程師就是直接用 用code來溝通比較快 這是以前我們那個一個寫法 大家可以想像 我們要做一個model 好 一個model 那我這個model我要做一個點 我要做一個point point裡面有x跟y兩個座標 好 他們是 綠色是int 然後我是 oji liter的空間裡面 我的xy 我是只有整數 那我做這個class出來之後 我要先 而且我這是不能修改的 所以我這邊要做x跟y 好 我可以 這個寫得很擠喔 這個完全沒有coding style 因為空間不夠好 還是標學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的這個第二行的部分 xy它是finalint 然後我在第三行的這個 這個constructor裡面 我把它帶進去 然後呢 我提供了一個 算gator的東西喔 就是x跟y的這個method 然後回傳這個值 然後底下就是 equals hashcode 跟 跟我的tooth string 好 因為我寫了hash equals 我要寫它的hashcode 然後tooth string也做一下 那很多我們常常裡面 那個代碼裡面就會有這些 這些call 但是呢 現在呢 你只要這一行就做完了 你會覺得那我之前 就是人生浪費了這麼多時間 在幹嘛 好 三個部分啦 name header 跟body name很簡單 就是它的point 就是它的name header就是它的intx inty是它的header 就是它的變數 然後呢 它的body就是大括號裡面的東西 好 這一行你就可以做完 所以 就是 好 然後這裡面 主要它會做哪些事情呢 你看看那一行寫完之後 它裡面會有 一二三四 四個重要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 你的intx inty 它會幫你做好 private的這個變數 然後提供一個外部的這個存取值 就是看看看到的x跟y 兩個method 給外部存取 然後再來它會提供一個 一個建構值 就是按照你header的那個 命名的那個 變數的順序的一個建構值 然後再來呢 它會提供header equals跟hashcode 然後還有一個toStream 其實就是我們最早看到的 它其實就是做完了這件事情 它把它農造成一行 所以它的預設就是這樣 那你說如果 我想要在body裡面夾東西 OK 這是簡單的一個 就是 因為它可以看到第一行 因為它現在還是preview版本 所以你用jshare的時候 你要加dash-enabled-preview 這個option之後 它才會可以用這個東西 好 那可以看到 它在中間的部分大概 它會有hashcode toStream equals 然後還有x跟y 兩個method 就是它幫我們設定好的 然後它有些限制 不是隨便都可以用 不是隨便都可以用 第一個它不能夠繼承 它不能互相 它不能夠繼承某個 它的繼承一定就是 它的副類別就是 jar.language.record 這跟e-none有點像 所有的e-none也都是繼承 那個e-none那個類別 好 那這個的話 它沒有辦法繼承 所以rack它不能從其他類別繼承 所以你想說 我寫個複類別 然後我那個底下好多rack 互相繼承來進去 對不起這件事情辦不到 好辦不到 因為你光處理那個 建構值的那個順序 就很麻煩了 然後再來 它做出來它是final 比如說這class是final 它也不能夠被繼承 這個rack是不能夠被其他人繼承的 所以它也不能夠是abstract 它不能是抽象 它必須是實體 因為它也不能夠被繼承 所以它抽象沒有意義 然後再來 就是 它裡面 你沒辦法在 你沒辦法在裡面做那個 instance field 你的所有的instance field 要的話 你就是只能加在head裡面 你不能自己在裡面定義 自己的instance field 辦不到 然後再來 所有的field都是final 就是它其實就是immutable的object 你不能夠修改 所以它才叫做記錄 然後裡面不可以用native的method 那它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你可以把它new出來 然後它可以放在top level 或是把它放到其他的class裡面 就跟inon一樣 inon你可以放在外部單獨一個檔案 你可以放在某個class裡面 做內部的這個類 然後再來 它可以有static的方法 然後欄位 跟initializers 它可以有自己 OK 然後再來 它可以 它可以有instance的method 它不可以有instance的欄位 但是它可以有instance的method 然後它可以使作interface 它可以使作界面 然後它裡面還可以再宣告其他的內部類別 然後它可以被annotation 它可以加annotation 它可以加annotation 所以我們這邊有準備一個例子 然後準備這個例子是 這個是pointer 你們可以看到裡面有一些這個static 所以這個是合法的 然後再來的話 這是裡面有個builder static裡面有個builder 那這個builder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builder最後底下用法就是我可以point.newbuilder.withx 然後就會build出來 所以它裡面是可以有匿名的static類別 只是你那個裡面如果你要用class的話 它必須是static 因為它只有static的東西可以用 好 然後sealclass的話 它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在目前還在preview 所以我只是大概介紹一下 那它就是說我可以控制我哪些 直接看call比較快 就是說我第一個它是一個seal的 這個seal它可以用在interface跟class上面 但是我限制我限制我只能有三個孩子 我這三個孩子 第一個孩子的話 我三個孩子的話 我一定只能標final或seal的 那我標final的話 再表示我底下後面就不能被繼承了 可以理解 我final加cass就不能被繼承了 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矩陣 矩陣的話它seal的話 它還可以再有它自己的指類別 它還可以再指類別 還可以再延伸 那只是它最後的指類別 你還是得要標個final 就是它你要限制它的長 它其實可以一直延伸下去 只要你允許的情況之下 然後最後呢它是req也可以 因為req是什麼 req是final class 所以req可以放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最後一個這個square 它是req 然後這邊就是 這是feature release 未來會有的 這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你可以看到 它裡面有這個第二行的switch 它可以retain東西 就是我們看到switch expression 然後你可以看到 cass後面的circle c retangle r 跟square s 這就是什麼 pattern matching 剛剛是for instance of 在這邊是switch cast 以後你在switch cast裡面 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但是指日可代碼 就是有時候時候日子都可以等待 然後再來你可以看到 因為s是req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s square是req 我們剛剛做的 然後這邊還有什麼 然後這邊還有什麼 Switch Switch 我怎麼記得我四個東西 還有sreq class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四個功能 在這裡小小的程式裡面 有四個功能 未來我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人生就會輕鬆很多 好 再來API change 如果假設我這邊丟一個none point 大家知道是哪個none point 不知道 因為太複雜了太多了 還有很多什麼 像比如說 a.get b.get c.get d 哪個丟none point 不知道 你就是很 他這個詞句告訴你說 你none point 他就很曖昧 就是你搞不清楚 你摸不清楚頭緒 就是hashtag 像極的愛情 所以後面終於他是比較清楚了 他會告訴你 比如說第一個 c是因為a.b是空的 所以沒辦法讀c 比如說第二個 A.I.J.是空的 所以他沒辦法 Low object array 所以他可以告訴你 比較多的東西 那這邊其實none point exception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說 一個是結果 他告訴你他不能做什麼事情 因為第二個part 第二個part就是說 他告訴你原因 然後因為什麼是空的 所以第一個 不能做什麼事情 包含你不能夠讀政列 然後包含不能夠丟exception 因為exception是空的 不能夠呼叫某個mether 所以這邊有第一個部分 然後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他不能做哪些事情 好 那這是終於比較有好用的none point exception 就是環天洗地 終於 再來是這個saki saki是其實13的東西 那他就是裡面把它重寫了 所以後面寫這個saki 跟server saki的話 會裡面會有用NIO的saki 的東西 然後再來datagram的saki 也重寫了 那包含這個datagramsaki 跟multi-case socket 它也重寫了 裡面也是用了NIO的東西 所以它效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heathen class的部分的話 它是屬於 它其實是給framework用的 比如說 你會在執行時期 動態產生程式碼的 那對於我們 就是工程師來說的話 就是稍微看一下就可以 大家有知道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大概也不會用到 那gc的部分的話 直接講這個dgc dgc的話 它其實是在11進來的 然後在14的時候 它移植到了MacOS 跟Windows上面 那在15的時候變正式版 那它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它是tbd級的 也就是說 它的記憶體可以 從最小8Mb到最大16Tb 它可以處理這麼大的一個gc 它是very low pulse time 就是說 它每次的 我們說stw stop the war的這個暫停時間 小於10毫秒 它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它用的技術呢 是展示指針 color pointer 跟讀屏障 就是red barriers 那它是由Oracle發展出來的 那它現在 因為它已經是正式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 啟動的時候 -akss 加 u zgc 那底下就不用加 因為它早期是實驗的 你要熟悉實驗的話 你要開啟這個選項 那現在它是正式的 就不用了 15的話就可以這麼做 那它裡面有什麼 它跟gc很 g1很像 它也是這個 用切region 但它region有三種大小 它region大小 它region是你可以有小 牠有小中跟任意 不是小中大 小中任意 那個任意的話 就是牠必須是2MB起跳 但是最小是4MB 然後最大可以到很大 只要是2MB點倍數就可以了 而且這個任意的話 裡面只會放1個object 就是如果這個object很大的話 大於4MB的話 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然後小的話是給25.6K的 然後 中的是給4MB以下的 然後 除了這個 당 questioned tiresugh之外 它沒有分代機制 它沒有年輕代 所以它每次做GC就是負GC 因為它沒有分代 它沒有年輕代老年代 所以每次做GC就要負GC 但是它的負GC它用得很聰明 所以它的負GC像如果假設是G1的話 它會有大概五個階段 然後有四次的Stop the War 四次Stop War裡面有三次都很快 但是有一次很慢 它就在複製的時候 但是ZGC它有六個階段 六個階段裡面有三個Stop the War 但是三次都很快 剩下的全部是併發 那它併發怎麼辦 就是說它因為複製的時候很快吧 那你擔心複製的時候 我讀的時候 如果假設我要存取這個的時候 存取不知道怎麼辦 它用讀屏障跟那個ColorPoint 就是說它可以知道說 我現在這個正在搬 所以以後要讀新的 好 這是ZGC 我已經被吹著要下台了 所以我很快地講完 好 只剩下幾張 然後再來是SanaduaGC Sanadua的話它是Rayhead出的 然後它12的時候引進 然後現在變成正式版 然後它跟ZGC也是很像 它也是切region跟G1很像 它比ZGC更像G1 它是切region 然後它也沒有分帶 它也沒有分帶 它也可以很快 那它用的是用Brook的Pointer 它們其實也是在指針上面下手 但是用的方法不一樣 那基本上它的話 它的循環比較多 它有九個循環 大概有三次Sanadua 那其他時間大部分都是併發 那其實說 它其實每次做GC時間都會很長 其實兩個GC的缺點 就是它其實時間很長 就是說我每個循環跑完 我可能要一分鐘 但是我暫停時間很短 那中間可能會產生 當然是有些優缺點 因為你GC時間長的話 我在這一分鐘裡面 產生了很多的新物件的話 它來不及被GC物件 等下一次 它會有很多的垃圾在那邊 那就是優缺點 好 那再來移除的部分的話 CMS就說拜拜了 就是再見了 CMS我們再也沒有了 就是大家現在應該都 如果是用8的話 你可能還是用CMS 但是這個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 大家可以用9以上是用GY 然後 再來它有一個組合被移掉 然後再來就是Solaris的 跟Spark的移植也被移掉了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些 像是JavaScript的Engine也被移掉了 然後還有這個偏向鎖Bios Locking 這個也被移除了 那它其實是會跟你的那個SavePointer有關 就是我在Stop the War的時候 如果假設我要撤銷拼音手的話 它會引發Start the War 那這個把它被撤銷 因為後面其實中間有一些新的機制 它不需要做Start the War了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不用了 再孵化的就是有Packing的 Packing的話以後我們可以用指令列 就是說它可以爆出MSI ESE 那MACOS的話是KBG DMG 跟DEV跟RBM 這是一個打爆兔 還在孵化 所以我們可以靜觀其變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到 它叫JPackage 這JPackage最早是那個JavaFX的東西 那JavaFX已經沒有在用了 但是裡面的東西大家希望留下來 JPackage是其中一個 然後這個是Foreign Memory SS API 就是你可以存取 off heap的Memory 那其實存取off heap的Memory 現在已經有很多的API可以做了 這邊提供一個更直接的手段 就是我直接就allocate 那我的Memory Segment 我直接就allocate allocate完之後 我就直接拿Memory Address 然後呢我第一行 我就是弄了一個VarHandle VarHandle之後接下來 我就在VarHandle裡面 我就說我要寫到這個記憶體 然後我寫25次 然後每次寫一個整數 那我的整數是從 i從0到25 然後乘以3 所以我在倒數第二個這邊 我就是找到 我每次就是offset offset 我就Memory Address 我就offset 我就寫東西 寫東西寫進去 然後最後我把它拿出來 然後所以最後就是 大家可以玩一玩 好 16的東西的話 大概就是VarHandle是 向量空間 大家有學過 線性代數的話 大概就是作為 相量矩陣那些很頭痛 那接下來會有好東西來做 那其他的大概 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變化 就是搬家 然後ZGC有多一個 processing的部分 這也是跟那個 ServePoint有關 好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 剛剛提到有一些 孵化期的 跟一些preview的 希望我們在16片正式版 然後我們在17的時候 就是明年9月25號時候 我們會有個長期支援版 希望大家都可以到這個地方 好那我節目到今天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